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9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 在这个礼拜台北股市是上演了 旌旗的大逆转 怎么说呢 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 在这个礼拜其实最低点的时候 是达到了17122点的一个位置 不过就在今天台北股市从低档拉起来 超过了200点的一个空间的状况之下 连续两天出现了开低之后向上去做走高 因此你就最终的一个收盘价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 事实上这个礼拜他只下跌了42点的一个空间 不过虽然说就指数的一个角度 感觉好像下跌的幅度其实并不是这么大 但就个股来讲 我相信大家其实应该有感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差异 因为在这个礼拜的前三天 我记得上市跟上柜加起来 其实都超过了1000家的一个公司 它的一个股价是呈现下跌的 因此这个礼拜 其实大家应该会有一个感受 就是赚了指数 但好像赔了股票的价差 那随着今天的一个行情是回到季线以上之后 事实上对于投资朋友来讲 当然最想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于说 老师那过去这两天台北股市都出现了开低之后 向上去做拉抬 那今天站上了季线 不过量能是出现了一个激动的表现 因此对于台北股市而言 他真的只稳了吗 好因此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针对这个问题来帮大家去做一个解析 那当然过去我们有谈过这个行情 目前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它比较像是一个所谓头肩底型的一个右肩回测 以这一波回测到17122来看的话 基本上它其实没有达到那个合理的满足点 怎么说我们当时谈到 如果说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形态的话 那基本上左肩跟右肩 它会呈现一个比较对称的一个走势 那对称的一个走势呢 当然这个地方是6个交易日 一共拉了750点 那对于这个现阶段我们所对应的 是当时左肩这一波拉上来的一个走势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说我要跌750点的话 合理来讲我应该会看到 17700点以下的一个价位 那如果说就时间的一个角度来做观察的话 这个地方是6个交易日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 合理来讲6个交易的一个状况之下 它应该要到下个礼拜一 它才会看到整个波段的低点 因此无论如何 当然这个是原本 如果你从技术面的一个角度当中 你可以得到的一个结论 那过去这两天它拉抬起来 大家会讲说无论如何 过去这两天的一个指数是拉抬向上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因为应该这样子讲就是说 基本上这两天的一个行情 它不应该出现在规划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两天的成交量 事实上都表现非常的一个弱势 那代表什么东西 代表这个行情它有一点 硬要顾指数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那为什么要出现顾指数的一个动作 当然事实上在这个礼拜其实对于台湾来讲 或者说对于台湾的市场来讲 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来自于疫情 所以从17122这一天 也就是礼拜四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八大关股行库 它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买超 这里是买超了41亿 然后指数就往上去做一个拉抬 但是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 这样的一个拉抬 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达到 它的一个效果存在 你之所以拉到季线以上 就是希望整个技术面 不要表现太过弱势 那尤其是如果你就 月均线的一个扣底的角度来看的话 下个礼拜一会开始扣这一根黑黑棒 然后接下来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这个是一个快速向下扣低的一个过程 那要强调这一段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如果快速向下去做扣低的话 原则上它会让整个月均线的一个翻扬的走势 它会走得更稳健一点 我想这个是这礼拜的最后两天往上拉抬 其实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在这里 好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幅度量缩不太适合直接去攻前波的一个高点 但是又把月均线拉起来 所以合理的一个架构来看的话 下个礼拜的一个行情它会比较偏向在月线跟季线之间 去做一个区间的震荡整理 那现阶段因为已经突破了季线 所以合理来讲 它比较容易会出现震荡回撤的一个走势 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 这个时候你的一个操作策略 应该如何来做拟定 我们先帮大家去做一个重点的一个整理 刚刚我们谈到连续两日的一个大幅度量缩 它刻意撑盘的一个意味 相对来讲应该是比较浓厚的 那至于说原因 我想我们刚刚其实跟大家谈的非常清楚 那下个礼拜应该是月线翻阳 所以月季线之间整理的一个机会 相对来讲是比较大 那因为整理的一个行情 一定会有的股票是上涨的 有的股票是前行下跌的 再加上说这个时候拉起来 一定跟疫情是有一些相关的一个联动性 所以基本上在整个台湾的一个疫情控制住之前 这个事情它随时 它都可能成为干扰盘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是建议各位 原则上礼拜四礼拜五的拉台 它应该会让大家原本那个套牢的持股 它套牢的幅度会稍微比较少一点 事实上我有听到那个 就是来问股票的一个观众朋友 他说光这个礼拜的前三天 他就赔了30% 为什么 因为股票就是连续性向下去做一个下跌 那刚好这个这两天的一个行情谈起来 我觉得大家还是必须要去做一些太弱留强的一个操作 因为毕竟我们过去有跟大家谈过 就是说你就这一波的一个股价走势来看 即便你要往上去翻 攻到18,000或者是往更高的一个位置去做挑战 它的一个主流一定会跟现在 或者是说跟之前的股票不一样 那如果你套在之前的股票 股价往上涨 你未必能够得到那个所谓股价指数上涨 这样子的一个红利 但是如果说往下去做修正的话 因为你手上个股原本就是弱势股 所以他反而会有进一步再做补跌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才会提醒各位 这个时候你要去做太弱留强 同时如果你比较积极的话 你可以去做一些避险的一个操作 那至于说手上的个股 手上的个股到底是哪一些是弱势 哪一些是强势 如果你没有办法判断的话 没有关系 下小时都很乐意来协助大家 好因此进入到个股的这样子的一个角度 我想其实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谈几个 我觉得在今天盘面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个股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则消息 请导播帮我们稍微拉近一点 这个是今天盘中的消息 这个是12点24分 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 稍后我们看股价就知道 好他说达菲抛运驾动涨震撼弹 恐引发连锁效应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达菲这家公司 它是什么样的公司 它是全球第四大货柜成卵的一个公司 简单来讲它是一个货柜的一个航商 那他这个时候所谈到的一个重点是什么 就是说他说从现在开始 一路到这个明年的2月1号 大概5个月左右的一个时间 他不会去调涨他的一个运费的价格 那当然市场有很多人谈到 可以针对那个附加费 或者说是一些相关的一个费用 去做一个涨价 但问如何 他这个所谓的20尺货柜 或者是40尺货柜的一个报价 现阶段他的价格就定在这个位置上面 好那这个消息到底是利多还利空 我相信其实最近这两天 在网路当中的一个论战 其实应该非常的一个强势 就是如果说我们单纯就礼拜五的这个股价 走势来看的话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叫做中原海控 好那中原海控是全球 应该说中国最大的一个货柜航商 那在全球其实也排名在这个前三名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这两个股 这个K线是9月9号 因为这个XQ它只提供这个延迟报价 所以我们在印这张图的时候 那个时候是9月9号的报价 好但我们可以来看这个地方 请导播稍微帮我们拉近一点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就是说 礼拜五的那一天的价格是来到22.45 对不对 它的一个股价涨幅是超过了7% 所以我帮大家把K线补上去 这根红K是我自己画的 它现在大概是在这个位置附近 好那你说这个到底是属于一个强势的格局 还是弱势的格局 这其实就是一个区间震荡整理走势 并没有出现任何的一个改变 好但从这个角度来看 中原海控股价听到这样的一个讯息往上拉 然后呢这个所谓长容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刚刚讲那个消息 那个消息出来是什么时间 那个消息出来是12点24分 那当然其实包括了PTT 或者说是国外的媒体 它其实早在应该是在开盘没多久之后 事实上就有揭露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好所以简单来说 你不能够讲说台湾应该都没有人知道 但是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反映一件事情 你看消息出来 消息出来之前一点点股价开始往上做拉抬 然后一路拉到尾盘 今天其实表现最强货柜三胸里面 表现最强的是2603的一个长容 它涨了5.53% 那这个阳明是涨3.29% 这个万海是涨1.92% 为什么 因为它就不是根据技术面去涨 它是根据所谓的我的运量 我的货柜最多的一个公司 它的股价表现最强劲 好但是这个部分我想我们就要回过头来 到底这件事情是利多还是利空 当然其实市场当中就两派解读 有人认为说这个所谓的达菲 它现在把价格定在这里代表什么 代表到这个明年的2月份 价格其实都会在这个所谓相对高档的一个区间 对不对 那对于这个偏向空方解读的 它会认为说这个时候开始出现动涨 那是不是价格接下来要出现回档 那当然你说这两种方式 这两种解读的方式好像听起来都很有道理 但是我只请大家思考一个重点 就是说我今天动涨这件事情 当然我有我的看法 那我们就跟大家稍微谈一下 动涨这件事情大家去思考一个概念 就是说现在他们的讲法是说 因为有就是要考在这个所谓的 前所未见的这个货柜的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之下 他们希望说能够跟客户保持一个 就有那种所谓的长期的客户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关系 所以就是让价格能够固定 但实际上简单来说这件事情是为什么 因为受到客户跟监管机构的压力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告诉你一件事情 现在国际之前其实拜登其实就有谈过了 就是要开始去对于这个航运的价格去做调查 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他是法国公司 你说为什么要去理拜登的一个政策 但是我相信这个其实全球都在做这件事情 因为随着你进来的那个物价越来越高 因为你的船的价格就变高了 那我要把那个价格 我那个船付出的成本的价格 如果反映在我的那个产品报价 因为不可能说我生产上自己吃 羊毛出在羊身上 对所以价格调上去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都会有一些通膨的一个现象去做发生 这个其实是全球现在的一个政府 他们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 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说他是不是自愿去动涨价格 我觉得不全然是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就是说那如果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价格维持在这里 他是不是代表说 接下来的一个简单来讲 就是当然你可以维持到明年的2月份 都是维持这个价格 但是一旦这个供给有出现松动 或者说是这个所谓的塞港的问题 他没有这么严重的时候 事实上你价格一定要跳价 对不对 所以从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现阶段的行情 我比较倾向 我比较倾向 这个价格其实有点涨不上去 这样的一个意味存在 好但问如何我们回到这个股价的一个走势 因为毕竟以长荣阳明万海 今年大概都可以赚到35块钱以上 你说现在的价格到底算不算贵 某种程度上面来讲 他其实价格当然不算贵 但是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也不用去太过深究 有时候其实你让市场去反映 我觉得可能会稍微比较好一点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对于航运类股的一个股价表现 之前我们谈过这一段跌84块半 谈起来39.5 是下跌幅度的46.7%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这一波从下跌以来是跌了72块 然后谈起来谈到150.5 他的一个反弹幅度应该是46.9 所以他的过去的一个走势是很标准的 就是我下跌多少我谈他40% 将近47% 这里也是这里也是 然后接下来进入到区间的震荡整理 当然今天会有很多人针对这个股价的一个上涨 告诉你说这个所谓航运类股 当然这个都是之前 很多航运类股的一个分析师 当然我们也做过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说 我们那时候去做一个短线上面的一个操作 我们那时候做的是以这个阳明为主 那我要讲的一个重点是说 当然今天会有很多人说 早就跟你提前预告 或者说是早就告诉你 这个航运的价格其实很低或者是很便宜 但是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说 基本上除非 大家其实要思考的一个问题是说 今天告诉你说提前预告 但重点是预告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你如果不是买在这个位置 或者是你不是买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说能够赚到多少钱 我相信其实不太容易 那更多的是买在这个过程当中 套到现在也不过就是回到你的成本 当然你可以认为说回到成本没有赔 这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同时这个其实就看大家怎么去做思考 因为我相信更多的人其实是一路买下来 都没有去做停损的一个操作 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逻辑 这是我要提醒大家的好因此就拉回来 我刚刚讲了你就让股价去反映 他其实可以比较清楚的告诉你 到底后续的一个状况是怎么样 既然这个整理的区间 他是121块半到150块半 这中间的价格是多少 这中间的价格是29块钱 对不对 所以你如果抓一半的一个位置来看的话 大概抓一半的一个位置来看 就是我在这个所谓整理区间 1 2以上的位置 我可以把它当作是强势 那你稍微去计算 他是136块 那今天的价格是多少 今天价格是133.5 也就是说他有没有反应 他有反应 那他是以利多来做解读 但是他还没有回到这个所谓的价格区间的1 2以上 相对而言 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急着 把它当作是一个多方的讯号 那反之如果说下个礼拜 应该这样子讲了 今天外资针对长荣跟阳明是呈现买销 但只有长荣买销比较多 那如果下个礼拜表现就比较平淡 大家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件事情我个人是比较倾向 他不会嫌自己赚太多了 就是我要跟工 我怕赚客户太多钱不好意思 所以我去动场价格 我相信大家做生意应该也不会这样做了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是大家要注意的重点 那对于阳明来讲 阳明的问题其实大概也是一样 当然这一波的弹幅相对来讲比较少 这是当时我们为什么会做 阳明最主要原因 我记得我应该是做在这个地方 然后一路到这里 纯束做获利出清的一个操作 那但是这个过程 110.5到135 一样你抓中间大概一半左右的一个位置 对不起不是135 144块 你抓中间大概一半左右的一个位置 应该是126 今天收盘是125.5 所以他其实也没有占到这个位置以上 所以我们是建议大家 基本上这个讯息 你让市场消化一下 我觉得下个礼拜的一个方向会更明确 但一旦他不是出现那种网上攻击 或者是往上攻击没有量 然后也没有办法站稳相形整理区间一半以上的位置 投资朋友逢高 你应该要去做一个调整 这个部分就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第二阶段的节目回来 我们会告诉大家 今天的另外一个人气族群叫做钢铁类股 到底钢铁股是拉真的拉假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马上帮各位做解析 陈东东部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贷进一定贷出 陈东东部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陈东东部值得托付 0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我们的一个节目现场 那第二阶段我们来稍微谈一下 今天的另外的一个人气族群 叫做钢铁类鼓 请导播稍微带我们带近一点 这个是钢铁今天的成交比重 7.03% 那最终的涨幅是1.48% 好那之前应该说过去这10天 钢铁类鼓的平均成交比重 是4% 就是你不论这个台股的资金是多少 它的资金大概占台股的4%左右 好因此这告诉你 第一个它今天是呈现放量的 但放量就代表说 它的族群出现转强吗 这个部分我们要回到 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重点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的嘛 我认为这个族群它有一点在拉中钢 然后出其他股票的味道存在 我这样子讲其实有我的一个利润依据 那我们先把中钢的东西看完 我们再告诉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看 你看它是一个大型WD对不对 那之前我有谈过就是说 在整个之前外资大幅度汇入到台北股市 但很奇怪台币升值这段时间开始停下来之后 整个量能也萎缩了嘛 所以的确外资它占了比较大的一个成交比重 那他们一开始汇进资金进来的时候 当然的想法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所谈到的 你今天你去 那个投资美国 美国股市那你不可能去买一些 你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公司嘛 你不会去投资他们当地的那种小型的企业 你一定会找大型的 好比如说Nike 比如说可口可乐 比如说苹果等等 那这个是大家在进到其他国家股市 你不熟悉的状况之下 你会选择的方向 那你会这样子选择 其实外资也会啊 就是说他今天前进来台湾之后 他会不会去投资一个什么股本只有三亿五亿的 一开始不会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 外资为什么买那么多中钢 最主要原因其实在这个地方嘛 对不对 好但买上去之后 中央股价转强啊 但是其他的个股有出现转强吗 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照那个顺序去打 大家看这个千辛我就不谈了嘛 只有811张 中红21,000张 今天的价格你看 昨天礼拜四买超对不对 大家可以稍微去对一下 礼拜五的外资的卖超 他对于中红是呈现卖超 然后呢其他的个股 唐龙这个量小嘛 巨亨 这个我倒是没有看到啦 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礼拜四买超嘛 但他现在其实都还在月季线以下 包括了夜星是稍微比较强势一点的 然后春元现在其实也卡在均线的一个位置 中钢当然是最强的 大成钢这个大家都讲说受惠于美国基建 但是你发现股价好像也没有涨 星光钢也是一样的概念 我想其实后面很多股票 包括运昌 运昌我就有看到 外资礼拜四买 然后今天呈现卖超 这些个股 我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说 应该这样子讲 就是我相信大家这一波做钢铁类股的 大概比较少去买中钢 对不对 好那中钢股价创新高 但是你手上的个股呢 他的股价是走走什么样的形态 他是走一个下降轨道的形态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这样子讲 当然我知道9月底 有这个所谓拜登基建法案要通过 你知道我知道 大概全市场也都知道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的股价会不会拉抬 这个我觉得才是后续 大家可能要比较留意的风险 如果说拜登这样的一个利多出来 股价都没有涨 这个我觉得投资朋友 应该要把这样的风险考量在里面 那除了这两个族群之外 另外包括记忆体 当然大家知道 我们有做记忆体的避险空单 如果我们今天在30块钱以下 我们先把它补掉 那原因是因为你行情要硬拉 那你既然知道会拉 当然他不会只拉台积电连电 还是会有一些这种比较人气的族群 他会去做一个推升的动作 所以我们先把它补掉 但是你看这个股价到目前为止 其实都没有出量 所以他还是一个非常标准的空方结构 拉起来我觉得投资朋友 你都应该要站在调节的一个方向 无论如何呢 在过去这个礼拜 我们刚刚谈到 有一点上演大逆转的角度 但是你手上的个股 我相信其实会有很大的一个差异 因此这个时候 不要再相信什么 一档股票可以帮助你反败为胜 正确的观念 对于行情的规划 他才能够帮助你反败为胜 所以谁可以帮助大家 让夏老师来帮助大家 有任何问题 或者是你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操作的投资朋友 都欢迎透过广告当中的电话 跟我们的服务人员做一个联系 那以上就是今天 9月10号的台股最前线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